我们来讲一些很简单的小事情 这个叫做 参加25公尺跟50公尺的游泳比赛 一个人花这么 一个人花这么 请问你谁比较快 做法有很多种 做法有很多种 第一种就认真算 确确实实的算出来 距离除以时间 25公尺花27秒 算一算大概就好 另外一个算出来 OK就解决掉了 就知道谁比较快 这是一种做法 来个比较简单的做法就是 甲油25公尺花27秒 两倍就是50公尺 27两倍是54秒 所以甲花50公尺要花54秒 那就54比50多 所以它比较慢 这样也可以看得出来 不需要真的把它做出来都可以 所以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很多种 看你想怎么解决 反正很简单 我们就知道 甲油的比较慢 油的比较快 这个确确实实的算出来 或者是用一些小技巧 也可以解决 那这个也是一个 我们在考题中 会要用到的事情 就是换算 我们用的端位是 每秒几公尺 我们平常用的单位 是每秒几公尺 可是题目给的是 时速多少公里 所以你要换算 那我们其实就换算这几个啦 因为那会整除 比较好处理 那方法也有很多种 方法也有很多种 我用的是一个蠢方法 就是公里就换公尺 1000倍 所以上面乘1000 然后呢 小时换秒钟 1分钟60秒 对比讲错话 1分钟60秒没错 然后1小时60分钟 所以60升63600 所以我就把公里小时 换成这么多的 秒公尺 然后就往里面计算 算完 答案就是25 如果你想要用背的 我也没意见 因为这个换算常出现 因为它可以整除嘛 什么时速72公里 也会常出现 因为它也会整除 因为它可以整除 OK 好 每秒25公尺 换算而已 这是在考试的过程中 所需要会的能力 单位的换算 下一题 我们的机测题 考过一个类似的东西 就是 英雄救美 怎么和如何 动作片的英雄 接近短跑记录 辖职 然后美女 时速40公里 要去追这个 时速40公里的 歹徒 车子开 40公里就很慢 很慢 没关系 那你说这个 这个它能够追得上吗 假设它的100公尺 可以跑10秒钟 10秒钟 接近世界纪录的标准 它追得上吗 起算一下 那什么意思要追得上 就是我们的 短跑选手要跑得比汽车快吗 对不对 我们先不要 要讲一下 追得上 才追得上 好 那要嘛就是把每秒 几公尺 换成时速几公里 那我们就把时速几公里 换成每秒 几公尺 那如果 我们的英雄 跑得比较快 就有机会追上 如果英雄跑得比较慢 就 没机会嘛 那就问你这件事 你刚才讲过 单位换算 行车站结论 这样的英雄救美 会成功吗 我们要找帅 要找美女 要找美女 美女叫做11 11号 11号大美女 你觉得 你觉得追得上吗 你觉得追得上吗 为什么不能 他是世界级的选手 你坐下 他还是跑得比车子慢 算是世界级的 换算就知道了 我们把秒数10公尺 那个公尺换成千分之一公里 然后的秒换成三千六百分之一小时 算出来的时速是 每小时三十六公里 你跑得还是比车子慢 而且车子还很慢 车子还40公里很慢 所以电影都是乱演的 电影都是乱演的 那个英雄是追不上车子的 没有办法达到救美的目的 OK 就是我讲过 会考题 机测题 考过类似题 但是它有加速度在里面 今天也有加速度在里面 我们这里没有提到加速度的问题 它有加速度在里面 就这样子 很简单 OK 有单位要换算 有一个大小的比较 就这样子 OK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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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